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每天都在怕 实际上这个行情来讲 你只要方向对 你不要怕说 这个路 路遥远嘛 就是你要不要说去 你要去往北走 你要走到南 那就不对了 你就是要记住 包括股票对了 你就不要怕什么 一定要跟上 你不跟上 那就是没有办法 那你就什么 还是一样 我们的节目有个特性在哪里 我不是跟你讲那个涨停满的股票 我股票很少很少 我都跟你讲一些趋势的主流 尤其现在当下教 我说操作策略 你要稍微改变一下 改变什么 你要 下差加波段的操作 就是你要野心赚一个 像鳄鱼一样 咬住一档股票赚一个波段 但是你一定要什么 趋势主流在哪里 因为这行情是大力光的带动下 包括汉维克的带动下 高价股都已经快来到四位数字 当然本月份 我坦白讲 我没有操作汉维克 我没给你骗 汉维克说老师你一直没操作汉维克 没有就没有 汉维克我卖了九百块左右 虽然他持续一早 但是你拥有你从汉维克的身上看什么 那是四月份的行情嘛 我们操作的是汉维克嘛 而后把这个资金转到大力光来 因为毕竟你的资金只有一套 你只能操作一档最强势的股票 所以说这个本月份你只要操作大力光 你怎么会有遗憾呢 对不对 我不可能 我连汉维克都没有操作 我怎么可能去操作 操作TPK 对 宏达电那些更是不可能的 那包括还有一档低档的股票 等我操作完大力光 我会好好跟你介绍 你不要这么急 就是什么 我知道你在讲什么 还有一档华硕 我非常非常有兴趣 这档股票 但是说实话就是这样说 你资金只有一套 你要跟上那个趋势主流 你就会赚钱 那这行情大家对大家疑问在哪 就是量价背离盘 那没有办法 虽然量价背离盘不是现在当下才是如此 是现在更严重 因为法人的时代 它量更什么 更是没有像以前还有一千多 现在是一千亿以下 对不对 但是毕竟这个量一定持续会放大 而且有一个特性你要记住 多头格局 实际上我以前有跟大家报告过 你就把它记得 它一定是走量价背离 而后一破到底 放量 才会结束 那只要不放量 这个行情就持续涨不停 这地方来讲 那你要注意什么 这行情就是双指标在创新高 这地方来讲 创新要代表什么意涵 它会拉大一些低基期的股票的比价效应 就股票什么要拉对股啊 对不对 对不对 为什么要拉大力光 为什么大力光可以涨到四位数字 快四位数字 昨天也创了再创波段新高 为什么 因为它政府希望你嘛 能跟得上嘛 那你一定要去跟啊 你不要想像现在跟不上 等一下有一天真的放量 你因为量价齐阳 那就错了 这个地方才是对的 量价背离牌 行情才会持续涨不停 你不要说七六八八没跟上 现在什么股票 你可以后来居上 可以赢在起跑点 股票天天有啊 对不对 但是你一定要跟上 包括我们规划一档股票 实际上用心是良苦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会规划的股票毕竟是什么 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把我甚至规划了好几个月 而后当呈现出来给你 不一样 你持续就去做动作就对了 所以我口袋里面的股票 第一经期的股票很多 但是股票说你不要急 一档一档的来嘛 你资金只有一套 就像你现在大力光说实在的 有的你当然是一张都不能卖啊 你卖到他 你告诉我你还有什么比他更强的 对不对 不可能的事情嘛 但是毕竟你要先接受一下 这大房往上的空间 这个地方来讲 100年这个地方是量价背离盘 报大量之后 1599人他开始走量价背离盘 这个都是有有有机可循的 而后来到 11这个地方 11月18号才呈现一个什么 这地方来讲量缩持续涨涨涨涨一波 再来到90239220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你注意看一下 这个地方 他是放量之后开始走量价背离盘 但是行情有没有跌 没有呢 来照上来一下好不好 他直接从7577 高到8800 高到9000点 高到920 你受不了 量放出来了 你认为行情 结果他才真的结束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 现在最大严重在哪里 很多人这地方已经开始在做空了 小心这行情不会跌 这行情肯定往上空间还相当大 他走慢一点 所以何怀真跟你讲说 何怀真挺你 8500再起算了你会期 我已经把答案给你 标准答案给你讲的这么清楚 老师8500点的行情 才起算你的会期 告诉你肯定8500已经过 那晚过一点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你多赚 跟你多赚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那更好 这更好 所以这段行情来讲 你就是选股 那包括今天 那昨天早上来讲 在节目你看到什么 我想真的也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了 我就跟你明明跟你讲的 就是大力光 你就每次说 大力光那么高 我不敢买 但是毕竟 我们的会员到现在来讲 高压格大力光 你一张都 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卖 我们到现在都还在续报 这一路走来始终如意 815买进 我近期最高点 买在大概这个地方来讲 5月10号 5百把55 我在那边都有跟大家做个宣告 而且你先告知大家 5月16号 包括昨天 我都告诉你 这行情 买点浮现 早盘就跟你讲买点浮现 有没有创新高 你说老师说 公交的没用 945块了 对 前天收945块 我跟你谈什么 还是不要卖 你还是要抱住 帮我昨天开盘的时候 955块了 差一点点了 996了 你要什么冲随便你了 所以才是说现在地方来讲 操作策略是什么 你跟不上 你要价差操作 随便把它4万块放在口袋 现在说出来这是短线上的天堂 那你要发觉趋势主流 那没这么简单 毕竟大力光已经有没有 本月份来讲 这个地方是不是盘面上最强的 那昨天带动什么 带动很多大力光人 什么相关的什么光学国 活蹦乱跳上来 包括什么苹果概念国 也跟着这么多吃香的喝辣 所以很多股票你可以跟得上 在这个当下 但是毕竟大力光要跟你谈什么 这个地方来讲 我觉得昨天还是在跟你讲 这个地方来讲 到今天 今天好 这个地方我都说 还未结束还会再买 那时也949块 你每天也嫌他太高 5月10号在这边835块 但是如果你是我的婚姻 这是我跟你讲说买点浮现 在这边来讲 我有跟你讲买点浮现 昨天也说945块 我还比跟你讲 这是量缩 量缩 这也是走量价背离牌 量缩的话 放量 他放量 他没有放过量 而且他目前量都还很安全 他真的要什么 他跟大盘一模一样 持续如果他的量都放不出来的话 那真的是太棒了 他持续涨不停 昨天是当下买点浮现 所以说有时候我就讲说 你有时候就是说 实在你 你不是买不起大力光 是你在当下 我一直跟你讲说 你要把你的股票 做个移转的动作 因为4月份实际上 我操作我不是大力光 我操作永远都是股王 我操作是汉维科 本月份我就是不会操作汉维科 但是汉维科持续涨 那我也恭喜你 但是当下来讲 你好好想想看 我们的一个趋势 买就买最强势的股票 如果你在5月2号 我就说这个地方来讲 就在于说你的股票 一定要稍微给他转滚一下 因为你现在之前没有买上 你现在手上有很多股票 什么时候轮到他 或许我们今天这进来的股票 轮到你的股票 但是绝对你不要去用什么 去用等待 那真的太浪费时间 因为当下来讲 你本身一定要跟上一些什么 叫后来居上会先持得点 有没有什么股票 像大力光从底部上上来 从这边上来 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不要 你当然说要 但是5月2号坦白讲 这是我们的一个 陈小姐的资料 他入会的时候 是他带着鸿海 TBK跟金豪科 跟奇美店 来做一个转换的动作 这个地方来讲 当时我公开电视上 在5月2号跟你讲的是胡莲 63块买进 这张来讲 你看我们跟他 做调整的动作来讲 你要讲老师金豪科 对 你或许有个问题 但是金豪科也没有什么 进来也蛮强的 但是如果你跟着 我金豪科卖掉就卖掉 我也不会骗你 卖掉就卖掉 现在我又蹦出一个金豪科 我就没有买过金豪科 对 就是他今天 就是他今天来到什么 昨天来到45.6 我把他卖掉了金豪科 跟TBK 包括TBK 他最感谢我 你说老师TBK没落 对啊 你就很奇怪 你没有下来 你买了600块的TBK本身 你凭你来讲 这段从4月23号 到5月出来的 他有涨过吗 没有耶 但是你相对把这个钱放回来 如果严格讲起来 因为我这个人 基本上动作都是一致的 我一起做卖掉的东西 把金豪科跟TBK都卖掉 那当然你看看起来 有点可惜 当然我们这会员都不会 因为他相信我 金豪科虽然什么 好像看起来少赚 但实际上 他全部把这个资金 放在大力光800块 这个地方做买进 大力光带给你是将近200块的价差 TBK没动 金豪科只动了大概是10%左右 我们凭良心讲 对不对 也是也有涨 但是你换了大力光 你这样换过来 大力光持续到现在 我都还在续报 谁强谁弱 这才是真的是操作 不是说股票涨停满 当然这两天金豪科也很长 我就全部又是我家就有 我不会做这种事 我没有就是没有 我没有大力光 会员只要你喜欢操作高教育 就唯一做的就是大力光 那喜欢底部的股票 等待我下次跟你规划 华硕 目前华硕的人说 就是最中切金也是大力光 所以说投资方面 你要做快一点 想赚快一点 你要把电话什么 真正的留清楚 不要怀疑自己没有能力 是老天爷这个地方给你钱 你又在那边说不要切 好 接下来讲 看湖联 好 这地方来讲 湖联63块买进 我把它卖在哪里 好 这我们会 我们9点钟之前的口讯 72块 湖联 对啊 那一天湖联来 你去好好去仔细看一下 5月15号最高是72.6 我在走走你中72块 这个附近通通你卖 我也不会告诉你 我最高点卖掉 卖到 有时候常常 你说最高点卖到 那是有时候是运气好了 讲实在话 但是我常常跟他说 因为我们会员说实在蛮多的 资金不稳 所以我都讲这个附近就可以了 72块少卖一点 一定全部都可以穿价成江 72块卖 63块买进 72块卖掉 而且这一档胡联 是我公开在电视上跟你讲的股票 你好好回过来看 他好不好 他很好 但是问题的话 我可以转更强的股票 实际上我在进来的时候 我们的会员都知道 包括我也有邀请你 买进低基曲的股票 我说我要扶你一档 70几块的股票 你要不要赚 这地方来讲 我讲得很明白 对不对 那像胡联 胡联这个地方卖掉的时候 包括这个 这个我们的陈小姐 这个也卖掉 其实他单单这个胡联赚多少钱 你自己看一下嘛 对不对 随便嘛赚钱 到大力光现在还抱住 还不愿意卖 那你如果说老师 大力光你看到哪里去 反正我跟你讲 大力光等到我卖出的时候 我也会在电商跟你公开 目前大力光就是什么 还是续报 对不对 那你换到哪里 还有换到一档 就不知道今天 那今天说实在 我们的会员朋友 这地方来讲就跟上了 因为5月15号的胡联 我们开始开始在进入什么 阳明光 可是那时你会看 我是讲低基期 你注意看一下 周线来讲 是不是这个地方来讲 他整理完毕 我说你来看股票 一定要什么 中期的高费就是这样子 你要稳 一定要注意一下 他是不是 他的现行来讲 他有没有成长性 那当然今天阳明光会 什么涨停板 我想大家说 昨天涨停板为什么 我不可能叫我们会员 去买涨停板了 这档股票 实际上那时候蛮牛皮 就如同胡联一样 你把胡联的钱乖乖的收回来 我没让你吃开 你跟着我 对抗也不错 轻松的稳定的获利 我们那时开始做买进阳明光 阳明光那时76.5买进以后 也没有涨 坦白讲 你没涨还跌了一点 如果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 有时候有些人很短视的话 你当然觉得老师我买 我没有赚到钱 但是我给你什么东西 所以我让你跟得上 胡联63会叫你买进的时候 那时五月后 他收盘是62.7 你很好跟上 包括阳明光也好想 76.5到今天早上的时候 到昨天早上 实际上严格的讲一下 他早上开盘还不过开76.4 但是我为什么敢买76.5 第一个他低级起国 还有报道说 有些人他大力光太高价 他没有办法做 但是大力光就是一个光学股 光学股他一定会什么 一定会带动 昨天盘面上最强的股票都什么 大力光概念股 什么贴上边的光学股 那没有错 阳明光实际上也是当光学股 但是光学概念股 但是实际上他是做什么 微型投影机 大力光都是光 光学 但大力光是做尽头的 那阳明光这档股票 说实在他也闷了很久了 他唯一的 应该说他是一档 转机性的股票 那为什么这档股票要买进来 实际上你仔细看清楚 这个地方来讲 当然它是一个底部 那你用胡联放在这边 大力光昨天 昨天送你一根是什么掌听板 你都等一下 随便买 我说说515的操作 你这样子会一次操作 你买一档股票 单单从76.5来到昨天的掌听板 实际上也已经8%了 15%怎么会很难赚到口袋里面 是你要本身要重点是要选择 那个趋势主流股 所以这边当下来讲 我一直跟你讲说 你要去回想看看 你一天有时候 一天有些人静静出出 冲来冲去 都不止超过5次 但如果你很可以稳定 你真的会大富大贵 严守 这地方来讲 价差的操作 515攻手转换的操作 你真的你也逼好人 你这不小心 一两个月时间 你搞不好就变倍数 就5次的操作严守 就像阳明光来讲 这档76.5 这档股票你说 我要赚个15%难不难 包括我来讲 实际上阳明光本身的 未来的一个转机性 相当的容易 你也知道说 之前我们的 严格讲起来 手机这个区块来讲 我们这样讲起来好了 为什么我选到阳明光 当然这个地方不是因为 但它只有光学 因为本身实际上 你看手机里面 除了说 你可以看电影 还有办法上网 打电动玩具 对不对 以外还有什么 还有你可以 你本身还有可以照相 因为现在很流行 照相嘛 到那里都要留多今年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地方 还没有正式开发出来的 手机这个地方来讲 就是微型投影机 内建是在手机里面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如果你只去了解一下 三星的Galaxy本身的话 这上一款的话 它本身有内建式的 微型投影机是谁做的 就是阳明光 所以你也知道三星这个国家 三星这个公司是非常的厉害 它是很领先的 它都已经有开始内建式的 一个微型投影机 但是苹果并没有 你要注意一下 包括 红达令也更是没有 所以所有的就有三星在领先 但是的确微型投影机这个区块 因为它比较厚 没有办法像大力光 大力光为什么股价可以来到快一千块 那当然人家做的技术门槛这么高 谁可以比它更好 一个薄薄的手机里面 有个镜头在里面 那是那不得了 所以接着来讲 唯一在手机这个区块 还有一个研发的一个空间的话 在微型投影这个地方 内建是在手机里面 那人话说实在 有些像我们年纪漫漫大老花 也看不到啦 你把它放大出来 照到随便的地方 照到那个墙壁 白色墙壁 你就看得很清楚了 对不对 你就不用每次戴一条投影机 这么难的走 那很重的 虽然这个地方是 它非常有潜力性的一个区块 但是你别忘了 以前三星曾经有跟阳明光配合 如果没有错 它还没有 那时它本身做的 还没有说非常的好 但是如果不小心 它现在已经进步到 如果它 因为它一定有成长的空间 因为毕竟它是台湾的 蛮领先的嘛 它一定会在改制 如果不小心 它真的去接到 苹果的订单呢 因为毕竟三星都有 内建系的微型头 已经曾经有过 现在是把它取消掉了 因为什么这个地方 还没有做到 非常非常的完整 但如果这个地方 它本身 代表这个地方 是手机的一个需求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阳明光 未来是不是有个 非常爆炸性的提债 这就是我常常跟你讲 你要领先市场 这样去年来讲 错忘谁跟你讲啊 二十几块一融店 那时当你再一次机会 你会看到其他吗 那时就说 哇 那个买不下去 但是结果现在 今年的时候 触控哼得不得了 带动什么 何瑞亚各方面 所以我现在跟你谈的是什么 简单一点来讲 如果昨天早上 我给你借 我给你借七十几块股票 我给你 我有想说 有些股票你拿来换一下 因为毕竟目前 不是它不好 是它没中市 我一档换的就是阳明光 再次的加码 我们会员自己知道 七十七块附近 拿什么 拿那个比较弱的股票 神龙啊 我曾经神龙跟你讲过 虽然我没有什么 特别赚很多钱 但是时间点到 我会帮你做转换的动作 七十二块 我说七十几块股票 来换很多 帮你手上还有什么 还有加登嘛 对不对 如果他 当加登现在涨了 但是毕竟说算 他会不会大涨了 十趴十五趴二十趴 如果有 我一定会 会买给大家的 但当下我认为 阳明光的机会比较大 所以我昨天 在这个七十七块 再一次加码做切入 包括你是新进会员 你也可以跟得上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说 你也看到说 我们真的 你现在手上的股票 我欢迎你拿过来 做得好好的调整 把心静下来 因为我一直跟你讲 强调行情是可以规划的 涨停板是属于你赚的 但是当下来讲 你一定要知道说 怎么样 领先都八点半左右 你把你做好功课 对不对 早起的人才有什么 才有钱赚 当下来讲 当然这个地方 当下很多人都在问我说 老师那我手上的股票 到时间里没有 实际上说真的就是所谓的红硕 28奈米的股票 我认为 简单一点来讲 汉维科可以敢涨到962块 毕竟大盘下相当的漂亮 所以汉维科这个地方来讲 连大力光都可以带动一些光学股的上涨 所以不小心我认为红硕当下 你不要再卖了 不要再卖了 我已经跟你这样讲 什么时候他可以现买现转掌停板 如同阳明光一样 你把电话留下来 我自然会带你做个515单鼓 好好的做规划 这地方来讲不枉费 你要红硕要报上报下 那相当的可惜 我处别把这电话播中 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西式黑他蜜会是膀胱功能严重受损 产生发炎贫尿等症状 这不会是你想掉的人生 请不要习使黑他蜜 第一手资讯 在生活中 有许多的病菌 透过飞沫和手传播 打喷嚏时 用手帕沿口鼻 来不及可以衣袖代替 减少病菌散播 预防疾病传播 请注意咳嗽里结 并保持手部清洁 如果看到像这一般的 像这一段这样就很高兴 我感觉我的地儿 很有感情 很有感情的地儿 什么样的新闻 会对国际部会市造成大震荡 什么样的新闻 会让全球资金产生蝴蝶效应 透视法人 散户业内主力的操纵密码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晚间七点 非凡新闻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股票要叫你抱得住 说实话也相当的辛苦 实际上真的说实话 我常常跟你讲很领先的东西 有时候你一两天没找 要骂死我 真的没去啊 谁都希望快一点 但有时候这种东西 快的股票的话 你说实话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强势股拉回做买进的动作 像大力光就很快 你就偏偏就嫌大太高了 所以有时是真的你很麻烦 不是我很麻烦 就像如同这个会员来讲 这个是张先生 四月二十二号 这个都是持股诊断进来的 那时他都什么 都是愿意相信我 现在说起来 像很多人都说 新日光金电 这种LED啊 太阳人族群都相当的亮丽 我也知道他还不错 还有友达 也有转机性 但是我就是把它换掉 因为我认为他 我有更好的股票给他 你这样回过来 谁对的 所以像新日光 你再怎么样 回到那边去的话 所以也很难 对不对 他买在什么 四十三块 就这样子 那你要怎么样去回去 但是如果你愿意换一下 你换到何瑞亚 但是他也很惊 我说老师 这么高价位股 我说实际上他一点都不高 说是真的他一点都不高 因为你什么 你如果知道他第一季赚的是两块两毛 易容店赚的是零点九 而易容店又很苹果 他又涨到已经八十块了 你就发现说 哇 何瑞亚好便宜 而且你那何瑞亚的毛利率是六十几% 包括为什么 你看到易容店要控告他 我看到的时候 哇 这个易容 这个何瑞亚不得了 连易容店都很嫉妒他 你看很多东西 你有一体是两面的 你买到这个东西来讲 包括102再加码 你就敢加码了 包括我给他换一档强势股 一档是低档股 比较滑硕 那婆子就慢慢探极 对不对 我会给你搭配 但是说实在那时候拿什么 拿宏达店来换的 我坦白跟你讲 没有就没有 宏达店今天就算找到哪里去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什么 对啊 还不是一样在这边而已 我以为他已经来三百块 连看都不看他 我跟你坦白跟你讲真的 为什么 就不好赚钱 就不要赚而已 等到好赚钱 我就帮你看了 你这样看看的话 这样够不够 何瑞亚是强势股 华硕是底部的股票 还未正式喷出 我跟你讲的话 都是一致的 我不会在那边跟你 东一档西一档 跟你讲真的 所以当下的一个股票 就是说 实际上很多股票当下动作要快很准 不小心有一天 竟然我的股票只要卖掉 像何瑞亚说实在 目前我是没有卖 坦白讲 因为说实在想买都 竟然买到12.5都已经什么 都已经甘文一句话 对不对 你也知道我竟然买12.5 这附近 对不对 12.5这边 12 9点钟前 你说12附近 不错了 没办法会员的力量太大 有些买1300重收 我一直讲说这个地方你就不能再做卖出 这我也跟你讲过 但什么时候这个资金还有什么像 何瑞亚在底部的股票 你愿意等待 拿你手上的股票来换 买错股 换股操作 参加错人 卖万坦 重新参加 跟着我 给我一点时间 创造位 做做看 跟我做做看 会不错 我手上有一档股票 我说了七十几块 昨天没有涨 刚好符合像何瑞亚 买进的时候 他稍微等待一下 杨明跟他等待一下 随时我要做大力的进场的动作 你不要等到有一天跟你讲的时候 又涨停板 欢迎你拿你手上股票来换 猪大抽税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自补投资风险 我们有不同的梦想 做着相同的努力 拥有相同的机会 我们透过不同的学习 分担家事 相互支持 消除歧视 性别平等 我们支持性别平等 幸福大生的 超越大难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顾 亚洲头顾 三喜所托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零耳 2578 3777 2578 3777 中文字幕志愿者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